晚上11点 欢迎大家加入今天的新闻夜铺落 大家晚安 我是宣雍 好 先开始我们带您聚焦 中科院在今天7点40分 分别在屏东九棚基地 还有台东的三线台 发射了天宫飞弹三型的 增程型的飞弹 那其实两颗飞弹在蓝宇上空对接 拦截 这也是中科院今年第三次试射飞弹 频率可以说真的蛮高的 也很罕见 飞弹发射的瞬间 轰隆的巨大声响 以及闪亮的轨道 不少前去观看的民众 还有军事迷都觉得很过瘾 今天一早在双北 很多人是被战机的声音吓醒的 那清晨六点多开始 其实声响划破天际 很多人都还在睡觉 随后网络上面引发热议 有人以为中共真的打来了 为此包括内政部还有国防部 特别发声明澄清 今天是为国庆日 进行第一次的兵力预演 民众不用太过紧张 总统蔡英文也贴心的预告 接下来其实还会有三次的预演 新北市社会局在今天接获到通报 在中和区那么一处呢 违法无照的长照住宿型机构 那消防局呢 会同公务警察还有社会局等单位 到场要进行联合机查 同时依法才罚十万块钱 也要勒令他停业了 那现场直击情形呢 我们时间交给胡哨 进入到秋冬了 所以大家比较担心说呢 会不会这段时间出现了 疫情的第三波反弹呢 但没想到这个时间点呢 口罩国家对罗斯又再度松了 第二大厂呢 静心被查出呢 在没有合计整个装备情况底下呢 他撕射了整条生产线 卫生局呢 到他撕射的厂区这边 查获两台大型的口罩机台 那当场其实还有拍摄到 工作人员正在赶工耶 监调传唤的相关负责人 导案修明 那依照违反要事法呢 迅后分别除以三十万 还有二十万的 这样的一个罚还交保 不过对于呢 到底有没有私设 这生产线呢 其实静心这边呢 有出面强调 他说他们只是在乱乱看机台 也就是他们在试车而已 也没有真的要生产出来口罩 口罩也都还没有流入市面 但真的像他所说的吗 到底整个现场的情形是如何 我们一起来知己 台北市的大安区 就在今天下午一点多 发生一起车祸意外 一次呢 是因为沙士车驾驶 没有注意 所以转弯的时候呢 碾过一名 骑脚踏车的女骑士 甚至你看到脚踏车 整个呢 都已经扭曲变形 还拖行女骑士 造成骑士腿苦折 被送到医院来治疗 那现在他的伤势是如何呢 我们要请教张毅 车是发生了碰撞 所以呢 整台机车呢 当场是被撞到四分五裂的 您看到直接横躺在路中间 而骑士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索性呢 紧销到场把他送到医院 而骑士呢 虽然说依旧是昏迷 但是经过抢救呢 索性是恢复了 心跳了 港湾局势比较紧绷 所以大家想说呢 如果说呢 真的这共军打过来 或爆发战争的话 大家要怎么办呢 那军事专家就点出了 其实通常在24小时到48小时的 第一波战争呢 通常往往都会使用的是 飞弹攻击 那一旦说呢 空中出现了防空的警报 想起来的话 代表说呢 敌军已经来了 那首要攻击目标 都会锁定是政治中枢啊 军事基地啊 甚至一些机场啊 港口地方 所以大家这个时间点 赶快找避难场所 或者是防空洞要躲避空袭 那专家也比较建议大家呢 尽量是往地底下去跑吧 空袭警报声响起 别以为永远都只是在演习而已 听到这个声音 就代表有战机出现敌意 进入我国空域 准备习台 这时民众该怎么办 应该没有地方可以躲吧 就先以不变应万变吧 没有地方躲的就是 就是打了就是 你看现在没有防空洞啊 跟随着呢 最近又再重提 这共军攻台的话呢 其实首战 也就是第一战呢 即将就会变成决战 甚至还说呢 美国航母老化 军力是不足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保护台湾的话呢 可能自己都没办法保护 要是两岸开战的话呢 美军不会帮助台湾 强调呢 九二共识呢 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的 还说呢 一旦呢 这政府呢 决策错误的话 导致呢 上千万人头都会跟着落地 像我们的时候被问到呢 人头落地 到底是谁的人头落地吗 你看呢 其实马英九不假思索的说 当然是老百姓的人头落地啊 民主党立委呢 捡到枪 透凭马英九呢 根本是中国 在武贺 恫吓 台湾的帮手啊 好 讲到呢 中秋节快到了 那香港知名品牌 美心月饼呢 在中国其实很红 所以每每到中秋节的时候 市场上面呢 都会充斥山寨板 或者是假的 那最近上海警方呢 在一次的桌补行动当中 查获了冒牌的 美心月饼制造厂商 那涉嫌你看到 它涉饭的金额是高达 1.26亿台币的 很恶心的一点是 您看到呢 现场整个工厂直接画面 除了苍蝇满天飞之外 地面上面都是油屋耶 而且加工厂呢 设置在了化粪池的旁边 实在很恶心 那小鬼在16号不幸 在家里头离开了 事隔一个礼拜时间呢 24号这一天呢 是黄爸爸60岁的生日 女朋友圈圈呢 还有她的妹妹 其实都有来到现场 陪伴黄爸爸 也不忘要跟哥哥喊话呢 有照顾好爸爸 那唱片公司呢 现在也曝光了 小鬼生前一座的露营花絮 您可以看到呢 影片当中呢 笑容满面 只不过这个笑容 已经沉醉意 而且呢 现在正值多事之秋 我们接下来看到 这个照片怎么回事呢 港新中心同阿娇 这个月7号 在厦门酒店内摔伤 送一之后呢 其实你看到 她右眉骨处呢 是缝了数十针 就像蜈蚣一样呢 遍布在她的眉毛上方 然后转到整形外科医院 动第二次的手术 在今天呢 是在微博首次呢 PO出自己的伤口照片 这伤口看起来 真的蛮严重的耶 徒步到向阳明珠附近呢 最近要架设着通讯基地台 那工程人员是找来 具有这钢铁人称号的祥导 为什么说 他是有钢铁人称号呢 你看到这样的画面 他是用徒步的方式 扛着那么多那么重的器材 他的名字呢 叫做胡宣威 他把重达100公斤的发电机呢 是背上山耶 全程的3.2公里的山路 他花了4个小时时间的 抵达目的地 所以很多民众看到这一幕 都觉得说 哦他好神哦 艰巨的任务 而这一段影片 po上网之后 也让不少民众 比出大拇指 直呼真的太佩服了 以上是目前 转握最新情况 再把时间镜头 交还给棚内主播 秒六远景呢 大半院巡逻的时候 是发现呢 路上有大水牛 在骑楼底下耶 所以看到这一幕呢 真的吓坏了 就是您看的话 红圈的部分 那下车查看什么事 那看到水牛身上的 江神断裂研判呢 应该是附近住户所养的 你看呢 他还那么慢 悠哉哉的在路上走路 那最后只好呢 到附近居民所饲养的 这个附近挨家挨户 找寻了这名失踪的四主 那终于呢 联络上 在睡觉的四主到现场 把自家的水牛 顺利的牵回家 最近呢 有幼稚园呢 他们就发挥想象力想 说那个柚子 可以变出什么花样吗 那柚子创意比赛呢 请家长帮忙 那制作出来的柚子的成品呢 很多人觉得 有一些还蛮精致的 但有一些蛮粗糙的 你看到其实 这个就是家长DIY做出来的 为了面子嘛 为了小朋友的面子 为了自己的面子 所以呢 做劳作呢 一定要给他聊的起 比方说柚子可以变成像这样 你相信吗 不知道这家长是怎么做的 应该要把他整个制作的过程 拍成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甚至你看呢 还有像是这样的一个 卡车上面装的柚子 然后还是用铝箔纸去包一下的 那当然呢 还有知名的动画影片当中呢 用柚子人来发挥想象力 把他们做成很可爱的卡通人物 当然左边这个有点 就随便用那个游戏笔画一下 那右边就是像你画面 现在看到这个 哦好厉害哦 其实它除了涂鸦之外呢 它还有呢 跟实际上的动画当中的角色 做结合 所以你就会觉得 没有违和感啊 因为肚子圆圆 胖胖圆滚滚的角色 就很适合用柚子去包装嘛 好 接下来就叫南投那么一对呢 姐弟 童年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境不好 这时候呢 邻居人好好哦 靠着那么一家好心的牛排店老板娘 连续六年时间呢 是帮助他们请他们吃饭 让他们呢都可以吃饱饱 如今姐弟俩长大呢 有能力了 所以呢 他们觉得应该好好的报答 这名老板娘 滴水之恩 用拳相报 屏幕呢很多人看 我吓都要吓死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只老鼠在这边呢 你没有看错 跟人一样高的老鼠 当然 它不是真的老鼠吧 它其实呢是一个道具老鼠 可是为什么老鼠突然之间 会出现在这一边呢 下水到这边 突然间冲出一只老鼠 世人看了都会觉得很恐怖嘛 那更何况这只老鼠呢 有点逼真 你看到在清理家园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呢 你发现所有只老鼠 被冲到了这街的中央 甚至很多人还是拿水管 去不断地冲洗 他还想说 这会不会是电影当中 演的那种变种老鼠啊 锦银突变 DNA突变 然后小小只变成那么大 这要反扑人类了吗 好 其实不是啦 因为你看到这个照片 被PO到网路之后呢 其实原PO就出来了哦 这个人就说呢 这个施主说呢 这是他在万圣节的时候 做的道具老鼠啦 所以只是呢 要吓吓大家好玩哭手的 没想到呢 突然之间一场大雨呢 就不见了 那不见之后 没想到在下水道这边 都被冲出来 那最近因为呢 当地呢 其实下暴雨的关系 所以就很容易出现呢 像是这样子 必须要清淤泥的这个状况 因为呢 河水泛滥嘛 所以呢有时候呢 下水道冲出来的东西 是什么你不知道 但如果下水道冲出来 是一只那么大只的老鼠 比人还要高的老鼠 世人看了都会觉得 实在是有点毛毛的 好 就因为刚才看完老鼠之后呢 你可能会觉得 心情还很难平复的话 没关系 我们来看可爱的鹿吧 在日本奈良呢 很可爱的鹿群呢 不是很多人都喜欢去喂 他们东西吃吗 那当地呢 其实有相对应的饼干卖给你 然后你就会拿这个饼干 去喂这个鹿嘛 那今年主要是因为 受到疫情的关系 没办法出国 那怎么办 那鹿过去都已经很依赖说呢 大家都会伸手去喂他们 鹿饼喂他们 那所以突然间观光客不来 那要吃什么 有一些鹿呢 开始自食其力 就开始吃野草耶 恢复自己的健康还有生活 那同时有少部分的鹿呢 他们其实开始生病了 为什么生病 因为长期呢 都是鹿人喂他们吃鹿饼 突然之间呢 要断食耶 所以呢 他们好像出现了一种叫做 鹿饼依赖症 也就是说呢 除了鹿饼之外的食物 他们都吃不下 迎接中秋节呢 不少的烧烤店 现在都细细待发了 现在天气其实稍微是比较转凉一些 所以不少火锅业者呢 是祭出了优惠要抢客 比方说呢 你看到像是有日式火锅电锄流 打折的活动之外呢 同时加码了安格斯黑牛 让你吃到饱 还有业者呢 是赶着节庆前呢 要进出到百货 推出呢 个人锅要抢供年签族群 还有业者呢 刚好是遇到十周年 所以呢 从加拿大空运过来的波士顿活龙虾 现实让大家抽龙虾 定位率呢 也已经来到八成了耶 这烤烤 现在好像已经变成 台湾的全民运动了 不过呢 有时候呢 光是从备料啊 再到呢 真的需要去烤 然后要去清洁 很多人觉得 哦好麻烦哦 所以最近这几年掀起了 那么一股呢 请专员到你家 帮你烤肉的服务 只要在网路上面 你动动你的手指头 挑选好你想吃的套餐食材 然后其他呢 都会有师傅呢 直接帮你料理好 端上桌 业者透露了 今年在九月初的时候呢 从中秋节 一口气到国庆节 连续假期 这段档期呢 几乎都被booking满了耶 时间都没有听到 周子余的新闻了 那其实在23号晚上呢 透过twice的 官方的instagram呢 po出好几张 爱犬的cucci的照片 表示呢 陪伴他将近11年的狗狗呢 去当小天使了 同学用周文呢 诉说自己的心情 心里头实在 真的觉得是蛮难过的 曾经有在节目上面表示呢 自己很爱自家的毛小孩 也常常会po出呢 跟狗狗互动 很亲密的照片 那现在这个po文一处呢 很多粉丝 都要帮子余加油打气 既然概念品牌正式上市了 不只邀请到 艺人胡宇薇担任代言人 同时包括梦耿如有限 现在记者回现场 您看到这两个人 是大方分享自己美丽的秘密 主张呢 保养不单只局限在外在 更重要是要融入自身的 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品牌结合 肌肤保养跟自然美学 针对台湾大众的肤质 首播推出 使用在敏感肌的 轻保养系列 续精致保养领域 注入一股心血 用得去 好 等等你看到呢 这样的一个电子刊版 怎么会出现 乌龙要请大家去吃饭的文章呢 好 其实是在测试过程当中 不小心踢错了啦 到底有多报效呢 等一下来看看 在七月中的时候 发生那么一起 外送员相撞的纠纷 那事隔两个月呢 双方终于签了调解书 最后是两万八千多块钱和解 但赵世芳认为说 这个金额有点太高 然后呢被自己觉得被敲诈的感觉 找来朋友堵在门口 想要要回这笔赔偿金 被撞的骑士呢 当然觉得很不甘愿 所以气得把过程po到网路 赵世驾驶呢 现在不止被肉搜 而且呢双方主要是因为 泄露个子的问题 又得再度对不公堂耶 经过北门路二段的时候 发现说电子看板上面的讯息 写着小东路塞车 我今天要去吃饭 所以塞车跟吃饭有什么关联吗 那当然很多人经过的时候 瞄到都会觉得说 欸还蛮奇特立刻把他拍照 po到网路 电子看板难道出包了吗 厂商说在测试的时候 不小心呢打出文字 所以呢因为测试 文字随便打嘛 那不知道打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觉得肚子饿啊 阿妹呢今天在脸书上面的头下震撼 但说今年跨年夜呢 将会在自己的家乡台都免费唱给你听 很多人都觉得实在好期待哦 政府不统计呢 台湾人每年因为肠胃 还有消化系统问题就医的人数呢 就高达469万多人 那知名的肠胃药品牌推出来新的品项 不只把这配方升级包装 也采用凝胶剂型 增加携带还有服用上面的便利性 记者会上面邀请到知名健康 节目主持人郑凯云 跟大家分享了肠胃保健的重要性 历史淬炼 一代式 破具突围 傲然无惧 逆世造局 加以这名女子在这个月15号开兵士车 在路口撞伤了骑车的80岁阿嬷赵陶 后来警方逮捕这名女子 发现她的样子跟身份帐上面的照片差很大 原来她一想天开跑去整形想说可以规避警方的查气 但后来因为指纹还是让她乖乖就呆啊 船在彰化的王宫外海失火 海巡署即可救援 救出了两名船员 但当中的这名60多岁的理性船员 在现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空行总队甚至还出动了指线 用吊挂的方式来进行紧急的救援 但这名船员在紧急送医之后呢 最后还是毁天乏术 当时救援状况 我们带您一块来直击吧 好